大家好,我是扎米 今天是2023年10月25号周三 我现在是在我这个小屋里面 点火炸油豆腐呢 前几天买了几块老豆腐 然后米莎说刚好有时间 就把它炸成油豆腐 因为在厨房里面炸就油液很大嘛 所以说到我小屋这边来炸一下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食物 后院的这片草地呢 就是被土八鼠给糟蹋了的 因为我们是12月份交房 到6月份才搬进这边来住 小朋友一直在读高中嘛 大家看到了远方这个倒下去的这个风树嘛 就是被这里的水塔摇倒的 我下了个幼龙 结果呢这个幼龙里面呢 抓到就是浣熊 把它送到15公里以外的这个地方来了 前几天呢其实这个幼龙呢 抓到另外一只更大的浣熊 也是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不把它放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 可能它还会找回原来的地方来 所以说两只一起全部都放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在语言学校这两个月学的就是教育 就加拿大的教育体系 今天等于是启动考试完成 然后放三天假 下周二再上课 说到教育啊 其实做自媒体这么多一年啊 像我这种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呢 也有很多的年龄相仿的这些朋友 他们都会问我一个同样让我很为难回答的问题 就是说加拿大的教育好不好啊 加拿大安不安全啊 加拿大的工作好不好走啊 能不能养活自己啊 对于这一类问题呢 我都是给他们回答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对好坏的标准也是不一样 但是你要问我 我的视频呢都是真实的反映了 我在这里就是每一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都记录下来了 我现在是做到每一周就是一定会去更新 我一直呢是对这些朋友 因为大家聊的比较深嘛 我都是一直强调 就是你已经是这种年纪了 四十大级五十岁了 在事业上面呢 你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了 既然这时候你对加拿大有这么多的疑问 就不如乘着这个机会呢 就放下你自己的事业 然后呢给自己和爱人呢一个假期 准备可能五万块钱左右嘛 来加拿大这边呢 就是短住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时间的安排 但是最少不要低于一个月 而且呢全程的这个旅游计划呢 必须是自己去预定 包括你去找民宿啊 你的当什么航班啊 然后去到一个什么目的地啊 你应该去做一些什么的一样的事情啊 全程的都是需要自己先起去了解 做好自己的计划 千万不要又是说 我想去这里旅游了 我要去找到这边的华人群呢 然后得到一些帮助 这是以后你的应急的一个方案 其实呢在这个经历中呢 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你也知道在加拿大 陌生人的相处和相住 这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种人生的一种经历吧 当你抵达加拿大安顿好以后呢 你去完成下面的这几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在住所的周边 就是整个社区里面去散步 然后呢去当地的超市 去买水果啊买零食啊或者是买菜 你有条件的话你就可以搞中国商店 第三个呢就去当地的集市或者是旅游中心去逛一逛 去拿到当地的一个旅游地图 然后第四个呢是乘坐公共交通 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去参观 有的博物馆是需要钱 有的博物馆是不需要钱的 第五个呢就是去住所周边啊 去看一次open house open house是加拿大这边的房屋的一种销售的一种形式 就是一般情况下是周日的下午两点到四点呢 这个房屋呢就是不要经过预约 你就可以去进去里面去参观 看它的设施 看它的售价 还有整个的布局 然后第六个呢你去去逛一下你当地社区的图书馆 打印章A4子 例如你的什么架头的翻译件啊 或者是去问管员啊要wifi的密码 你要去上个网啊 反正去体验一下社区图书馆究竟有个什么情况 然后第七个呢就是自带保温杯 去到快餐店或者是咖啡店 你去能不能讨要到一杯热水 或者是问一下店员在什么地方去上厕所 如果当地有大学或者是colleg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学校吧 也可以去他们周边去逛逛 体验体验 这是很普通的与人的一个交往 在当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如果呢你对认为上面的事情很轻松的话呢 那你就是用中国的架找翻译件 在当地去租一个车 一架去国家公园去露营一次 当你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呢 其实你那个问题自己的答案也就会出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我和米茶来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公共题块上面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